為了給社會各界更了解施政報告內容 特首李家超星期三下午下區視察 先到訪黃大仙的學前兒童貨餘托管服務中心 以及探訪社區保務 再在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 以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陪同下 到訪觀塘順利村 李家超到達後一直被大量熱情的市民包圍 他與市民一手交談 並線後與藥房及集貨店商戶交流 他表示今次下區是為了考察施政報告發布之後 在一些政策範疇的實際情況 向市民解說施政報告的政策 也都在林世雄的陪同之下 了解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運運輸方面的規劃 更重要的是呼籲選民在12月10日的區議會選舉中投票